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景气循环股呢 应该是买高本益笔 然后呢 高本益笔要加个条件不跌 然后股价不跌就是有人偷买 那个时间点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夏韵芬 大家都知道最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费的开始要减债了 减债呢就要停止购债 慢慢要升息了 那么回到主流投资价值的时候呢 本益笔很重要 但你知道吗 每个个股本益笔都不一样 还有投资人问我们说 我买低本益笔 为什么还赔钱 哇今天请到了 我们永城投顾的分析师 李淑芳好好跟大家分析一下 欢迎一下淑芳 淑芳好 云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刚讲过的 就是投资要回到价值主流的话 其实本益笔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 没错 那是不是简单跟大家先上课一下 本益笔是什么样的概念 对其实最简单的 本益笔呢就是目前的股价 除以今年的EPS 就是它的本益笔 那可是很多朋友能够知道 今年本益笔到底多少吗 不知道啊 所以它就会用去年的本益笔 或是预估的本益笔来去算 那譬如说我举例好了 现在的股价是40块 它的EPS今年预估是2块钱 那除下来是不是就20 那就是你要20年 每一年都赚2块 那你的投资的成本 所有都能够回收 对那可是我问运芳一件事情 你赚2块钱 公司会100%配息给你吗 当然不会 而且我也不要等20年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对不对 而且你要保证 你未来的20年 每一年都可以赚2块 那谁能保证你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大家就会陷入到一个迷思 因为我们在教导很多投资朋友的时候 都会跟你讲 你不要买本益笔太高的个股 你要买低本益笔的个股 可是它就会陷入迷思了 因为你没有家 但是备注 如果你是景气循环股怎么办 景气循环股它上下波动很大 结果你说你今年是赚40块 明年可能就赔钱 你不就是在讲长荣吗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嘛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有些的公司全世界 不管是半导体的公司 有些半导体公司可以本益比很高 有些半导体的公司本益比很低 那原因是什么 我做一个举例 大家曾几何时 10年20年想过 联电它可以上到70几块 这一波的最高点 没想过 对因为联电永远以前是啪啪熊 啪在10几块钱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叫成熟制程 成熟制程可能就是10年20年 大家早就会做的事情 早就不做了被淘汰掉了 然后大家都拼命去拼先进制程 就没有想到这一次的疫情出来 那个车用IC缺到不行 车子都出不了货 那车用IC用的是什么 成熟制程 所以就变成成熟制程 联电居然涨到70几块钱 好多人都解套了 对不对 所以不是只是看低本益比的问题 当然我们会探讨一下 有达的问题 长荣的问题 所以本益比如果高 那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为什么市场给不同的产业 都不同的本益比 比方说我们给台积电 你就可以给他27 28 29 30倍 你给鸿海也是好公司 你就给他10倍 11倍 12倍 这样会不会太不公平 不会不公平 我刚才就讲说 联电在这一次 是不是最高70几块钱 那为什么它公布第三季财报之后 股价反而啪啪熊就不会再涨 原因是什么 不涨价了嘛 不涨价 我说成熟制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用个最简单的举例就是 老娘有钱 我就盖厂 我盖厂呢 我的成熟制成就开出来了 那你就不会涨价了 所以你就在那边啪啪熊 可是先进制成不是啊 孕芬你再有钱 你有个1000亿 你来盖一座先进制成厂 你根本做不出来 做不到 三星有没有钱 有 有钱的半死 但是他就是做不出来良率的问题 所以有钱 但是你做不到 或是呢 你有钱 你没有办法把良率改得很好 这种公司的本益比就会很高 所以我们以半导体来做个举例 大家想说 IP服务公司力旺 怎么会100倍本益比啊 然后台积电呢 可以20倍到25倍 甚至30倍本益比 对啊 那联电呢 现在已经快到10倍本益比了 如果以明年的预估 那就是产能开出来 那鸿海刚刚韵芬谈到的说 为什么只有10倍12倍 很简单 因为它是组装 我说所有东西就按照最上面 最上面的最贵 到最下面呢 很简单 你组装嘛 组装支付很多人出来 很能工够 你就可以组装 那你的一个资本支出 买很多设备 你就可以组装 但要很高的技术吗 它就不用 所以它的本益比就很 好 那我们谈的半导体产业 科技产业之外 我们要谈一个景气循环股 景气循环股在这两年当中 大家真的是又爱又怕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了 那景气循环股 到底要买到它的低本益比呢 还是高本益比 还是买到它的低价 还是买到它的高价呢 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 景气循环股呢 应该是买高本益比 高本益比 因为想 那你这样跟教科书讲的不一样 对 你又不一样了 我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原因 然后呢 卖在低本益比 那为什么会如此 我先跟大家讲 本益比的高与低 一般观众朋友看的是眼睛的现在 可是有钱人看的是未来 对 你现在看到的是高本益比 譬如说我举一个例 在整个去年吧 应该就去年而已 柳达跟群创曾经有不到10块吧 那时候是不是高本益比 亏钱啊 开始到去年的第三季 第四季才开始慢慢赚钱 今年是大赚钱 对不对 那你到去年的上半年的时候 你看 尤达不赚钱 尤达不赚钱 所以他才7块8块啊 本益比很高啊 对不对 本益比如果你要赚钱才是10块嘛 不赚钱都应该10块以下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他反而从7块8块6块 蹦一升涨到30块 到30块钱的时候 大家还进去去追 对 那原因是什么 因为外资告诉你 法人告诉你 涨价 对 涨价 缺货 缺货 今年来讲7块 嗯 那你用传统 大家告诉你的投资逻辑 就会说 7块 6块 那不是至少60块70块 对 30块不买 此时不买 善待何时 对不对 可是没有想到呢 你未来里面 你就不再涨价了 你的获利不会再高峰了 那我告诉你 股价往往在你 报价最高的那时候 会见到最高价 然后等到30几块 跌到20几块的时候 大家说本益比不到5倍 此时不买 尚待何时加码 结果没有想到呢 跌到十几块 到最近才开始慢慢指稳 那指稳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不赚钱了 大家都不知道 都知道不赚钱 然后明年可能只有2块3块的时候 反而就没事了 那我问你 如果明年2块3块 跟本来讲6块7块 哪一个本益比比较高 还是哪一个本益比比较低 当然是你现在里面来讲的话 你16块只有赚2块 是你现在的本益比比较高 所以你要买景气巡黄股 买高本益比的时候 而且不跌 还要不跌 高本益比要加个条件 不跌 那就代表什么 这个大家都觉得烂透了 请问你为什么不跌 法人都在卖 为什么不跌 大股都买走了 所以那个时间点 如果利空高本益比 不跌你都人人气如臂喜 然后股价不跌 就是有人偷卖 那个时间点你就买 那我先跟大家讲说 景气循环股到底有哪些 现在都是投资人的最爱 可是都死得很惨的股票 都是景气循环股 面板 然后货柜 航运 再过来 被动元件 有没有发觉大家说 被动元件 本益比不是10倍都不到 对 还是不涨 还有呢 在这种过程中 原物料 原物料是景气循环股 原物料是景气循环股 所以你在最近人家 你就会很讨厌就说 明明什么 这个股票赚这么多钱 那个股票赚那么多钱 可是公布财报 帮透了它算一算股价都不到10倍 可是股价都不会涨 那我跟大家讲个最简单的 好 用芬你知道吗 如果一个个股以今年的获利 股价在5倍以下 你觉得该不该买 该买啊 之前不是就讲说 35块到40块 明年也35块到40块 股价跌到100块 对不对 对 如果你是大股东呢 你会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啊 买透了 我跟你讲 全部你们都不要 我都买 只要我有钱我就买 因为我知道明年也40 你说明年也确定40 确定40的话 我是老板嘛 我确定明年40 今年也40 下股价100块 你看 所有的钱房子也当了 我都去买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股价会跌到80几 然后反弹 因为明年40 后年不知道 对 那这个问题来了 我现在给大家看 好 看一个问题到底在哪里 好 如果你看完这个EPS 你就知道 你能够把景气循环股 当成存股观念吗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友达的EPS 你有没有看到 上面过去的10年 有些是负的 对 对 那负的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到 是长线上面 股价你自己去对 最低点 嗯 那是不是就本益比 最高的时候了 对 对 所以我刚才就讲这个逻辑 你一定要记清楚 嗯 面板 记忆体 嗯 货柜 原物料 都要按照这个 EPS是负的 然后负越来越少的时候 买点 你看如果友达 你看在2019年 他是EPS 是负2块钱的时候买 买 对不对 2020你就赚了 对 然后到大家都说 今年7块 嗯 6块 嗯 跌到30块以下 你就知道 哇 这本益比不到5倍 我告诉你 挂了 任何的股票 只要本益比不到5倍 股价都不涨 那就后面会有大力空 嗯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观众朋友一定要记住 个股本益比5倍都不到 股价还不会涨 后面有大力空 我举一个例子 在之前大家都有 不好意思讲哪一家股票 因为那个股票已经跌翻了 那时候大家讲 中国那个少子化 说那衣服啊 好得不得了 哦对 结果现在那家股票啊 利益房啊 各方面啊 还有一家更烂 哦那家更糟糕啊 对更糟糕 所以我们就不要讲 所以我就跟你讲 只要5倍不到 你都要小心 就是一定会出状况 那你再看这是长荣 长荣2015 2016是负的 对 那我就跟大家讲 长荣我买过8块 你买8块20块也卖了吧 对 我没有 我个人怕放到30块 我觉得棒到不行 大家都说好棒棒 很棒很棒 可是后来发觉不对 它好会涨 可是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你买8块到30几块卖 50几块你会不会卖 不会 可是你要学会 未来里面就是50块你要会买 因为当你觉得这股票 不可能涨到那么多 它继续涨 你要懂得 错 认错 买 可是当你觉得股价应该要涨 譬如说它的EPS 今年预估是35到40 它跌到200块以下 甚至150块以下 是不是50倍本益比都不到 继续跌 我告诉你 明年的EPS一定没这么高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你就应该卖 因为它的EPS活动那么大 你现在觉得100多块很便宜 如果它EPS变成富的呢 你知道长龙我买8块套多久吗 我从很年轻套到现在 所以你就懂了 这个景气循环有多么的重骨 你看这个本益比 你是用青春去换来的教训 没错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概念 而且景气循环股 是千万千万不要去做重骨的 难怪有很多的网友一直问说 本益比已经买在低点了 它还在叠是什么样的道理 因为教科师说的 跟我们的实战其实是有差距的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永诚投过的 李鼠芳 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鼠芳 你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不要忘了按下下方的爱心 然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咯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咯